hello大家好 你是Selly Selly来中国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最近每天都是在家里面上网课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不怕 为什么 不知道 今天在这里我们就录一个教Selly中文的这么一个视频 看一看她的中文水平到底学的怎么样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开始 你是网云 我是网云 你想谁 我想 我想 玛丽 我是玛丽 玛丽 对 我是网云 你是网云 我先读玛丽 这就是贝贝 长得这么壮 是什么品种啊 是金毛 别看它是大型胎 大型拳 大型拳 性格 可以 我还不知道 性格可问顺 你刚才还没学过 性格可问顺 这个很难 昨天是上海 马培 公平 不跟你的参加了吗 当然了 我跑得怎么样 你跑得怎么样 都战斗 你跑得怎么样 我跑完了全程 用了近三个小时 你可以说慢慢吗 我跑完了全程 用了近三个小时 你跑得 你跑得快的 我看 新学第一名是一个 他无了啊 他无了啊 我想讲造型的句子 你想造型的句子 好 说一说 发型被剪坏的经历 哎呀 受不了 你刚 你刚读什么 哪里 说一说发型被剪坏的经历 哪里 第四题 四题 第四题 对 不行 不是什么 别的问题 那 你 选一下 那 介绍一个商铺 不行 不行 不同场合 穿什么衣服 为什么 不行不行 什么都不行 真的 说错汉语的经历 你说你说你说 我有一个 什么什么经历 你说 你知道 已经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你说 大家不知道你说 我学汉语的时候 不知道 声调 很重要 对 我不知道 对了 但是 我学 1234567 我学习后 我国家 有点 你国家 老家 老家 你老家的语调有点 有点硬 有点强 所以我说中文 我说也中文的时候 说中文的时候 我的发音 有点硬 和你一起用中文的时候 我 我 我昨天学习的时候 叫我中文 还有我完了作业 做完了作业 还有 在微信我发给老师 我的作业 对 但是你说 这个对的对的对的 但是老师说这个是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你的语法不好 我语法很好 你的最后语法不好 看一下 我对他很好奇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吗 对的 错了 我对他很好奇 不是 我很好奇他 这不才是对的吗 为什么我 为法是对的 但你不知道为法 这个我刚才改的句子 你 看吧 对不对 他终于生病了 说实际特地要 生病了 你终于生病了 我在学校学了 终于了 是 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 但是 那你终于生病了 好的事情啊 你终于生病了 好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说 终于生病了 他终于生病了 不要吧 他没吃过中国菜了 他没吃过中国菜 马克对咖啡很有感 很有兴趣 很感兴趣 很 很 有兴趣也可以啊 不对 很感兴趣 有兴趣 很感兴趣 你看吧 哎呀 我学了 马克对咖啡有兴趣 哇 我比你做很棒 嗯 还有什么 我以后 我不想和你 对你问题 好呀 不要问 每天都早上 问到晚上 问到入睡前 就是每次问的都是语法 为什么这样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这样用 真的是 因为我是努力的学生 对 你是努力学生 我知道 但是问题是 我不知道语法 为什么这样用啊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用 我不知道啊 文库里艾丽 常常的 不过 你学习这么长时间的中文 你觉得中文怎么样 越来越 越来越太难 你觉得中文最难的是什么 听说读写 哪一个最难 当然说 说最难 好好努力吧你 下课 你不会结束 我 不 我结束了 我要结束了 我不行 我教不动你了 真的 里面很多问题 我自己都搞不动了 我要学习 好了 朋友们 我们 最继视频道歉 我想学习 我想学习 你们想看他拍什么样题材的视频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正视频道歉 再见 拜拜